大家好,我是飞小鱼 我们的明艳刚刚告诉我们说 她在出马的前一个晚上 然后这样子跟女朋友分手了 不过我觉得还不错 因为她现在还是在登山社 然后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大家还是朋友 对不对 就是都还是朋友 就是平常心看待 我觉得这样就好 自然就好 那至少就是明艳虽然出马之后 这个恐惧了很久 可是你终究还是回来了 你就跑了富邦马 那你怎么会想到要回来这样子 嗯,主要也是 就想说富邦马 它算台湾最大的马拉松赛事 然后刚好周围的人 也有想抱的意愿 对,所以就索性 就来抱看看这样子 你很好玩 你有没有发现你的 第一,那个泰鲁阁 然后国道,富邦 你就是那种标准都参加入学的 对,前期真的都是入学 日月赛事这样子 然后富邦马有改变了你什么吗 到了富邦之后 自己就是跟国道比起来 就加入了更多的训练内容 就是你自己做吗 还是你自己的训练 你自己看上网路 然后爬文 然后自己给自己的训练课程 是这样子吗 嗯,应该是说就是 跑了国道马之后 让自己深深了解到 马拉松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对,所以 尽管以前有在看那些文献 但是到后来你会 用另外一种态度去学习 我一定忍不住要笑一笑 我们名业名是这么年轻的 他说看一些文献 哦,你用的字眼 非常的专业 或者文章啦 我想说文献 文献好像是考古方面这样子 没有开玩笑 然后你就看了很多的东西 还有给自己做一些 你做了哪些调整 然后你给自己做哪些训练 嗯,主要也是 就是说 像我还算是全马的新手嘛 所以一开始也是 要先练跑的距离 那就是会加入更多LSD的训练 然后后来就有开始在看高大哥的网制 嗯,那时候你开始看高之谜 就有开始在看 但是还不认识 对,然后就有 他里面就有看了很多 然后就每天 每天看一两片 每天看两片 对,然后就开始慢慢学 嗯,嗯,嗯,嗯 所以其实高大哥 已经找在无形之中 就是你的那个 那个马拉松的 那个精神导师这样子 对,因为高大哥网制 其实太好找了 你在Google打 那个马拉松 几乎都是跑出他的东西出来 而且高大哥网制 真的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 就是他除了 记录自己的每一场赛事之外 我觉得他最棒的是 他把他自己去 很多的地方找来的 他会会整成 对我们更容易的 更有用的 比如说我记得他 还会有那种 你马拉松想要跑进四小时的啦 然后你想要五小时 轻松完赛的啦 他都有各种不同的 然后包括说什么样子 避免受伤 他都有对不对 对 嗯,嗯,嗯 那后来你就 你的富邦嘛 那个那一趟好像就是 终于让你克服了那个 也不能说恐惧啦 就是前一场不愉快的 那种感觉是不是 对,就是跟国道马比起来 自己赛前状况 已经算是不错了 然后呢 然后你赛前的状况不错 后来你那一趟跑出什么样 就是整个的感觉这样子 就是其实国道马之后 你在面对富邦 你会告诉自己说 其实全马不可以这样冲 所以富邦马 我就特别着重于在于 配速的方面 就是告诉自己 前面真的不能太快 那后面一定会掉的话 你前面就跑稳一点 跑慢一点 那让那个撞墙期 慢一点出来 那我自己觉得是说 就是这一场有比国道马进步很多 就是撞墙期 他出现的里程数是真的有延后 还是有撞 对,还是有撞 但是延后这样子 所以我知道明燕的出马是 其实明燕一直说 对自己的成绩不是很满意 但是事实上你的出马就已经很不错了 他出马是419 然后但是你的富邦马就跑出了401 对不对 那你是在什么时候 到底什么时候高大哥登场了这样子 高大哥哦 初次登场的话应该算是我的那个樱花嘛 就是 你富邦之后就爆樱花了 对,富邦之后就爆樱花嘛 然后樱花嘛那时候是跑完之后刚好有看到 他想说 诶,这个人怎么长得那么像那个网字里面的大哥 然后就嫌过去问说 请问你是高智云高大哥吗 然后就是也是聊了一下下 也没有聊很久 就一时一时性这样子 就是那时候算第一次看到他 对 然后之后参加了几场 是直到高大哥也有参赛 但是还不认识 所以就没有去找他或者怎么样 是在有一次我在团练的时候 跟别人团练 也是跑那个台大道淡水的路线 在还没有认识高大哥之前 你的团练的路线都是台大道淡水 就是他是其中一条 对,那那一条因为里程比较远 所以是 我就把它设定成是LSD的路线 然后跟朋友一起练的话 也会想练那一条 就感觉会比较好 对 然后刚好那次练跑的时候 就是我朋友跑得比较慢 他就在后面慢慢跑 那结果他背后就出现一个跟他 跟着他紧紧跟着他跑步的人 那后来就是我们到淡水之后 我就问我朋友说 你后面怎么多了一个人 然后他后来好像也知道说 他们跟着我们这样子 所以后来我们就聊了一下交换FB 然后后来聊了之后才发现 他也有去参加那个台湾超三马的团练 然后超三马是那个高大哥那超三马 然后就 所以其实在那之前你都已经知道超三马 你也知道说他们每个礼拜四 其实是在跑建中间 你都知道但是你没有去参加这样子 欸 礼拜四跑建中间是比较后期才知道 甚至说跟他讨论才知道 那知道高大哥是超三马 是因为衣服的关系 就是从照片衣服就 就可以拆得出来这样子 然后你什么时候就开始 我觉得应该这样子问 你跑步的转类点 你开始整个人算是脱胎换骨吧 其实你成绩已经很好了 可是我觉得你得到了更多 或者是什么应该是跟高大哥之后是不是 应该算是我跑完富邦之后 开始就密集的参加一连串的马拉松赛事 那三月是我的高峰 那次真的还蛮可怕的 因为三月 我那一个月我就抱了三场全马 哇 对 所以那次就真的把里程数整个冲起来 然后刚好有提到说 月跑量有到300公里的话 其实体能会得到整体的提升 所以我四月又抱了两场 五月也抱了两场 那时候就把基本体能带起来 我想问的是说 那个时候你在参加完富邦 因为你第一场跟第二场你隔了很久 那参加完富邦 那个时候你算是真心喜欢上跑步这件事情了 是不是 就是会觉得跑马拉松感觉 有慢慢有兴趣 但是虽然还是会撞墙 还是会有不愉快感觉 但是你会觉得 就是自己是可以练得起来的 所以就会开始想要拼看看这样 可是你们同学难道不会觉得说 因为我在想 我相信你周遭的同学里面像你这种 像你这样跑的人应该不多 对不对 那他们到底是怎么看待你 说这就是笑 会这样子吗 因为其实我光是下半年就 应该是讲三年级下学期 那时候就开始密集的跑马拉松嘛 那其实后来就登山就很少去 那三年级下学期就是 你从富邦然后樱花 然后三月又跑山场 那是你的大三下 对那我大三下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没在爬山了 所以他们其实一开始也会问 就说 啊你怎么开始又不爬了 这样子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没办法冲到跑步赛事 对那一次两次他们会约 那之后可能就渐渐的就 那感觉就会淡掉 对所以我大三下我只出了一队 就是只爬了一次这样子 那你们学校没有跑步这个社团 有田径队 但是我不知道 不知道有没有专门练马拉松的社团 田径队那是专门的那是不一样的 又是一种 另外一种是参赛的 对不对 田径队通常是 就练短距离的为主 对对对对 而且田径队通常都是学校代表去参赛 是这样没错吧 嗯 对啊 啊所以都没有 那你那时候会变成 是不是就变成一个独行侠啊 会不会这样子啊 对有一阵子是自己是 算一个人参赛居多 那我们社团是有一个 他也常跑马拉松 但是他跑步跟爬山的比重 可以拿捏得很好 对所以有时候赛事 他有空我们就一起参加 啊没空就是自己去跑这样子 对 那你的樱花马 因为樱花马通常我都会 特别去问 樱花马基本上是一个 算是 很硬的赛事 对你来讲 或者是你第一次遇到那种 很硬的赛事 因为你前面那两场都是贫路马嘛 对不对 那你那一场也快乐的度过了吗 其实那一场我觉得跟富邦比起来 跑完会比富邦快乐很多 啊真的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很幸运就樱花马前系 我们森林系有临场式系 那临场式系是在西头 那我在西头自己也会练跑 对所以那时候就一直在练山路 然后刚好就练了一两个礼拜之后 回来再跑樱花马就 感觉也没有很差 很轻松 对那你这样很棒 因为能够在西头跑步 那是一件多愉快的事情啊 对 所以你这个念这个系 其实对于你跑山里面来讲反而是 有优势的 那后来你跟跟着高大哥之后 因为我知道你是有什么样的梦想 然后你跟高大哥讲 然后高大哥开始就帮你圆梦吗 嗯 就是有一次我们在练剑中剑的时候 刚好就跟高大哥提起 月底要参加 五月底要参加海山马 嗯 对那那时候是跟高大哥论我说 我PP多少 那时候是说338 哦你已经跑到338了 对就是有一次凤山马跑到338 但是那个算是偶然 就是状况好就跑出来 然后除了那次之外 大部分都是跑大概接近四小时的成绩 嗯嗯嗯 对那高大哥就说好吧 那我就告诉你那个330 大概的参考配数计划 嗯嗯 那当时就想说 诶既然有高人指点 那不如就来试一试 嗯嗯嗯 对那海山马当天 是真的状况很好 就天时地利人和啊 嗯嗯嗯 对所以就 我就觉得跑起来 诶为什么每一公里都可以 那么准的配 配数配到 嗯嗯嗯嗯 对当然后半段速度还是会掉下来 但是基本上 已经算是没有撞墙骑出现了 嗯嗯嗯嗯 对然后 整个就是算大致在自己的计划之内 然后最后就达标 嗯嗯嗯 那你达标之后感觉如何 就是 那时候到终点你就看到自己的成绩329 然后很开心 当下第一个反应就先去报警 哈哈哈哈 你有没有把高大哥吓坏了 这样子 你给他抱多久啊 这是熊抱是不是 这样大声 就直接扑过去熊抱这样子 但我不知道当他当下的反应 因为没有没有看他的脸 我们来替高大哥模拟一下 高大哥说 早知道我就来训练一个美女好了 然后这个如果到时候 这个美女达到了 然后就把我抱住了 那这样子一定更爽 这样子 好吧那我跟 我来我来跟高大哥 在节目里面跟高大哥讲一下 那请他来训练我跟小军好了 不知道愿不愿意 哈哈哈哈 可是他会觉得小鱼不是美女 哈哈哈哈 对不对 那你这样子的话 高大哥算是一个带你对跑步 他有没有带给你很多对跑步新的不同的观念 嗯 我觉得最主要还是着重于佩素这一块 因为以前虽然知道佩素的重要性 但是很难靠自己去实践 嗯 对但我觉得认识高大哥之后 对于这方面是有相当的掌控 嗯 只要你在比赛的时候 可以照着佩素计划稳稳走 基本上成绩都还算不错 嗯 可是我想问明燕就是说 你现在就在我们录音的时候 我们是我们现在是八月底左右 嗯 所以他九月十号开学 当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 你已经开学了 那你在这一年 就等于说你大三下学习这一年 你哎你这样子 已经跑了多少场马上 哎现在十一场 哦十一场 那我觉得我看到我的感觉是说 我觉得你好像是 因为年轻嘛 其实年轻大家在所难免 而且你又是一个自律性很严的人 就是你会去做 可是你会不会掉进去那种成绩 就是你想要330达到了 嗯 你一定有下一个关卡嘛 那你这样子会不会有一点点被捆绑住了 我觉得这种感觉还蛮明显的 嗯 就是八月十一号最近有那个自然夜跑嘛 嗯 那那次本来是自己计划是说 状况好330 状况比较不好就340 嗯 然后刚好到会场之后 高大哥说要配325 嗯 然后想说哎 高大哥配325 那我就干脆赶紧一起跑 反正差五分钟 嗯 对 但是后来配一配 大概到了20公里 就逐渐跟不上 嗯 对 要跟不上之后速度慢下来 然后就发现自己怎么跑 都没办法跑进六分数 嗯 当时是还蛮挫折 想说那达不到预计的标准 那干脆这一场就就算了 算了是说你想放弃 还是说你你你会气中途气赛吗 不会 是还不至于说直接走人不跑了 是就是有点像走走跑跑 这样看风景这样子 嗯 对就是明明自己可以跑 但是还是想要用走的 嗯 对那对我而言 那个就算是气赛 嗯 嗯 然后你有好 你有你有去检讨 然后开始 因为我们之前 在高大哥之前 我们有找过一个红杰吗 钟红杰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那红杰其实 也有遇到过一个瓶颈 就是他都被这个成绩 被这个速度所捆绑住 他就会觉得好像失去了 那个跑步的初衷 可是当然你的次数还不多 嗯 你的跑力还很短 可是我不知道说 你自己有没有去做一些 什么样心态上的调整 那一次比赛之后 自己对于这样成绩 当然是很不满意 当然也会检讨 嗯 那主要我觉得归咎于原因 算是自己太弹心 太好胜 嗯 因为没有那个实力 然后你又想要拼到 那样的成绩 嗯 对那基本上算是 还蛮不合理的 嗯 而且当时就跟自己 预计的计划产生出入 嗯 就是临时 本来自己想跑330340 那临时有个325的配数 然后你硬跳进去 哦 对所以爆掉一定是难免的事情 嗯 然后呢 你现在得到了什么 就是从智山野跑之后 你有给自己做了一些什么 还没还没有在下一场吗 对不对 有下一场就9月9号的那个 开广杯 对对对 那你给自己 当然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 你已经跑完了 那但是我们还是要去算 你对这一场 你怎么样子 你给自己设定什么样目标 然后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 你用你做了什么样的 的练习 嗯 主要是告诉自己说 今天假设目标达不到的时候 自己的得失心不要太重 就是心态要做好调整 嗯 所以开广杯那一场 就是打算保守的跑 因为我刚好也是被分配到下午场 嗯 那我我这几天就感觉那一点 一点的天气实在是太热了 要充成绩可能不可能 对所以就可能用更保守的方式 去比赛 那达标的话 当然就是有另外一种喜悦这样 嗯嗯嗯嗯嗯 然后我知道你接下来还要跑和环马吗 你去年有跑过和环马没有吗 没有 因为你喜欢爬山 对不对 所以我想和环马对你来讲应该是一场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充满期待这样子 然后会对他 因为很多人在跑和环马的时候 会有那种身体的高山上的适应不良 你说山是你的主场 你有优势啊 嗯 我正在想说 是不是明艳你可以更让自己更放松一点 其实我觉得高大哥有一点非常好 高大哥是配数之神没有错 可是你只要多跟高大哥聊 你就发现说 他就算他不管跑325 或者是他跑340 或者是他跑330 其实他不是一个一定要 他其实是跑得还蛮开心的 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其实是这样 对 然后就会抱一个更强 而且高大哥很厉害啊 人家都还可以边跑边拍照啊 你有没有啊 你有没有在看风景 没有 那你要不要调整一下这样子 可能近期的话还是尽力的去玩赛 就是尽力的去参与每一场赛事 所以我可能还短期之间 还不会考虑说跑步拍照之类的 不一定要拍照啦 但是我在想说 也许你真的很年轻 然后可能你还会再给希望 因为330是一场嘛 那当然我们就想说 找名言这么年轻的人来上节目 我们会很希望说 多鼓励一点年轻人 大家也来跑步 可是事实上我们更希望 就是说大家可能是要用一个 更健康的心态来看待跑步 那你自己觉得你 你自己觉得你 从爬山然后到跑步 你自己觉得你这些转换 然后你有没有达到一种 进阶的历程这样子 我觉得从为什么自己会从爬山转到跑步 可能有一部分也是因为成就感的关系 因为可能你今天爬山你到山顶之后 可能那样的喜悦就是你可以看到远方美景 但是跑步那个成绩它带来的成就又是另外一个不同的层次 那当然就比较宏观的角度去看会觉得 这样子的想法好像比较像小孩子一样 你本来就是个小孩子 可是我总觉得 也许你现在还没办法体会 但是跑步这件事情 可能会对于你的人生的态度 或者是很多的东西 是不是会产生一些更不一样的 例如比以前 我自己啊 我自己觉得 跑步这件事情带给我太多正面的能量 然后呢 当然我也历经过那种 可能是前面刚出来的时候 成绩还OK 可是后来自己又不见了 不见了之后 打掉重来之后 那个心态上面 现在是玩玩 现在是训到不行 你刚才讲说 中段班前段班 我们刚才讨论这个 我现在是根本就是那个关门班 可是关门班 我觉得我还是很开心啊 我觉得我没有很在意 别人怎么看我这件事情 那这个是一种 每个不同的历程 那我是希望说 可能跑步这件事情 你在这么年轻的时候 你就开始跑步 那它也许对于你往后会有产生 一定 我觉得它势必会产生一些很棒人的影响 那你自己觉得说 因为跑步这件事情 你有什么样的改变 就可能是对于 你在设立一个目标上 你会 会保持跟跑步一样的心态 你会积极的去达成 而不会像以前一样说 啊达不成 那就算了 因为跑步算是持之以恒的运动嘛 那你中途如果停下来就什么都没了 对 对所以跑马拉松 其实跑完你除了要好成绩 除了要有过人体力 你还有相当的意志力 对我觉得这一方面套用到读书上 也是很有相关性的 对 那你接下来就是大四了 你有什么样的计划 就是你跑了这样子 我当然知道对你而言 跑步你还是会积蓄下去 可是人生不是只有跑步 那你有给自己什么样子 因为大四了 你说你要准备考试啊 然后还有其他啊 然后对于你最爱的三 你会有做一些什么样子的调整吗 对于大四的话 目前主要还是以考试为主嘛 因为我明年可能也是要去考 公子的高普考 对 那对于跑步的部分 我是希望理想状况下可以并存 对 不要说单一以考试为主 对 绝对是要这样 因为跑步这件事情 可以让你自己的体能更好啊 对 然后他其实是 我觉得是不管是要考试的人也好 或者是工作很繁忙的人也好 其实跑步都是一种 抒压的最棒的方式 而且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 啊我念书都没时间了 我什么都没时间 可跑步它其实会带给我们 自己更好的效能 对不对 你只要把那个时间挪出来 不然你窝在那边也是窝掉了 对 那你想要对于一些 我们在节目最后 我就想说 你要不要跟一些 就是我们希望吸引更多年轻人来跑 那你自己觉得你在大学生 就开始这样子跑步 你觉得到底是 真的是跑步 像我自己都觉得我跑步的时候 我很开心 我嘴角会不自觉的上扬 那你自己觉得呢 我自己觉得哦 就是现在大学生 大部分都是熬夜赶报告 或者是玩游戏 就是想跟他们说 其实跑步算是一个很健康的运动 不要等到40岁以后 再来担心自己的健康 对当然 你跑步可能不一定 一定要像跑到马拉松一样远的距离 但是跑一个 就是你可以尝试短距离的里程 那这样的持之以恒 对于你以后的健康会有相当大的帮助 因为毕竟人年老了之后 还是要靠健康 对我觉得明艳这个最后 把我们做的这个ending 其实做得非常好 真的不一定要跑42.195 我觉得三公里五公里都不嫌少 对不对 然后就把我们那个晚上熬夜 或者是你只是在玩game 或者是你在做什么的时间 拨一点点出来 因为三五公里 你只要半小时就好了 对不对 每天给自己半小时 你可能是一辈子受用无穷的健康 那我们希望明艳 我会祝福明艳 我希望你可以在跑步上面 你会让自己更轻松一点 你已经碰到的配速之神 那以后可以跑得更开心 更自在 可能你还需要一点时间来调整 对不对 对 好那明艳我们就 希望下次在马场上面见 然后跑步来人生 我们就下周再跟大家见面了 再见 再见